用画笔记录到动物园乘坐猫空缆车 或是到游乐园欣赏色彩鲜艳的大鸟 伊甸基金会万芳企能中心以旅行为主题 举办启动新旅行成果展 展览分为四个展区 分别为故事墙、画展、影片及体验 由万芳企能服务对象与其照顾者 透过照片、蜡笔画作 分享过去十年来参与中心办理的亲子旅游心情 我们去六湖村一共有看了些什么 伊凯来讲 就玩游戏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有玩游戏 还有看动物啊 野生动物 还有玩什么游戏 玩水吗 玩水 平常他的画都是差不多 我最多看到差不多两三种颜色 那他这个 后来画的现在颜色有非常多颜色 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表示他对颜色的感觉越来越丰富了 因为我们比较少跟中心的同学一起互动 那这是跟着中心的很多同学一起出去 就玩得特别开心 几年前来就是中心那边算习乐班办了两天一夜的活动 有去高美市地要去那个盛兴车站 就是两天一夜的旅游 他们以前大概是每两年 两年会办一次就是各班轮流 有习乐班嘛也有丰收班 每一班还会轮流 最近中心是有改说要合起来一起办这样子 就是两天一夜的旅游这样子 他就是会跟他们这样子说下去那边 也不会说特别怎样 他是会跟着走到那个水那边 然后就跟着带他一直走他就走这样子 他比较不会有什么可以看着他表情说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但是你就是拉着他走他就陪着你走 我们中心其实每年都会办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议题宣广跟我们中心服务一起 的服务宣广的一个成果展 那今年的话我们因为我们这几年都会套用一些 跟CRTD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我们一直都会针对CRTD的那个30条的那个 像是文化参与啊 然后旅游办理啊这方面去着眼 那刚刚我们中心其实本身是一个日间照顾机构 那其实我们的服务上特色就是我们常常会往社区 然后会办理一些个社区的活动 那其实除了一些周间我们会办一些户外的活动以外 其实我们本身其实每年都会定期 可能一年两次或一年都至少会有一次的这种大型的亲子旅游 然后会带着这样 我们的这样生性障碍服务对象 不管是轮椅族或是一些像自闭症心智障碍 这样去做一个团体的外出 那其实我们其实都会跟服务对象 还有家长这边就会讨论一些方向 还有一些题材 然后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就是有最远到高雄 其实我们是搭着高 我们其实有搭高铁 然后或者是到那个花莲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搭火车 其实我们想说就是把这种带着亲自旅游这个议题 跟我们的身障的这个就是带领身障这样子的权益促进的一个议题做一些结合 那刚好可以呈现我们以往一些旅游的一些记录 然后刚刚我们中心其实一直以来特色就是做很多文创 就是像一些油画啦或是插画啦蜡笔 那其实我们就是刚好可以结合他们的一个创作 然后可以把他们一些 比如说去过的一些景点啊 或是玩过的一些游乐设施啊 或是参与过的一些活动 刚好做一些画面上的串联 所以才会这一次的主题才会特别去呈现像是一些故事墙 然后还有我们的创作去做一些结合这样 带给社会大众是说其实生性障碍者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啊 其实他们还是蛮渴望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外出 然后也是期待就是疫情可以缓和的时候 也可以多去做一些无障碍的一些旅游的部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几年来其实很多都比较会是都被关 有点这次关在家里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带给他们一些旅游的一些回忆 让他们可以想到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外出 没有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的郁闷这样子 当然就是把以前的一些美好给做一些重新的回顾 那让我们可以期待未来还可以有更好的方向 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 那大家所有的服务都很不方便包含每个人戴口罩 然后每个人的表情我们都看不见 只看到一个学会望大眼镜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医疗经济会常情关心声音带朋友 我们包含我们在整个外方请人的服务里面 我们特别期待我们在这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借由这些的化展 让各位在疫情期间里面 纵使这么的不方便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还能够到台湾各地去旅游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整个活动过程当中 确实我们实现了CRPD 我们在声障公约里面 我们希望给声音带朋友更多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在社会上能够更关心声音带朋友 也更能够支持他们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歧视 我们也不要有任何的不舒服或不方便 我们期待所有的服务对象 包含我们的声音带朋友们 都是在一个安全 舒服 开朗的环境当中生活 我们更期待 借由我们长期关心声音带朋友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在台湾地区 不管在台湾各地的角落 我们所有的服务使用者 我们所有的声音带朋友 跟包含我们的家属 借由伊甸基金会的支持 跟借由伊甸基金会的帮助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正向成长 一店万方请能中心主任卢继邦表示 对许多声障家庭来说 一个人走得很辛苦 一群人却可以很有力量地往前行 而这也是中心举办亲子旅游的目的 其实每一个我们大概都是有稍微整理一些故事在里面 然后像我特别介绍一个就是像楼增的这一个 因为我们在服务上会特别感动的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的楼增他本身是一个就是自闭症的中度自闭症的一个孩子 那其实妈妈在这一次的亲自旅游 我们拍了拍到了一张照 是妈妈永生难忘的一个照片 因为他就特别的就那一天就是楼增非常的开心 就抱了妈妈 妈妈非常 妈妈其实在后来的一些服务计划的一个讨论过程中 她说其实在这 因为她是五六年前这样进来的一个服务对象 然后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 她发现其实跟着我们的出去 其实比较她就比较不用去在意一些像是旁人的一些眼光 可以特别去跟着我们一起出去 不用去特别担心 我们会很重视他们的一个选择和参与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规划过程中 我会先让就是服务对象还有按家他们去知道 其实我们中心其实都有规划 大概几月的时候会有类似要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可能开始就会从一些班级的一些会议 然后带给一些家按家回会 例如说我们就会去调查我们今年或是明年 有没有期待要去哪里 那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选择 然后排程 然后会做一些讨论甚至去做票选 票选完后我觉得难的是我们在规划这个活动的社工 因为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去做一些无障碍的勘察 我觉得其实常会遇到 就是那种就是轮椅主 然后遇到一些交通的部分 所以像我们有些外出旅游都会 特别去租一些类似很大的那种 那种无障碍的巴士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像我们之前去高铁 那个其实也是协调蛮久 就是可能整台列车 可能有好几个车厢都有那些无障碍的使用 那我觉得像这个都是我们会比较特别去思考的 然后甚至就是一些像一些跟无障碍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些一些一些好旅游的场地 因为旅游场地常常也会遇到一些无障碍相关的一些议题 好比像是一些需要高低落差 或是电梯这种使用 其实我们在每次旅游前 我们一定都会有工作人员要先去敞看这件事情 那当然其实对按家来讲 可以解决他们的很多旅游的需求 因为其实坊间的很多旅游团 他们很少会针对 不管是性质障碍 或针对这种轮椅主 去做这类的规划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规划 然后一起共同来参与 来让他们知道原来哪里还可以去 然后是怎么样去 然后这样子其实服务对象他们按家 他们自己私下也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源 甚至他们可以按家和按家 他们彼此去就是私下去集结 比如说我们两个小家或是几个小家这样去 其实对整个家庭 他们未来的一个平行的那种支持 也可以拉紧他们的关系 那有什么反馈呢 反馈哦 其实我是都认为就是反馈一定有好也有坏 坏常常有时候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对象 其实属性有时候会落差 有时候有些轮椅组有时候会觉得有些规划对他们来讲太过于行军了 可能太多点 所以其实针对那些轮椅组我们后来我们有去思考是不是要分组去 我们就有去试着去做分组办理 不然的话常会落到就是有些场地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较活泼乱跳的一个运动活动 可是轮椅组可能又没办法去 就是会做一些分组上的区分 然后反馈就是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然后负面大部分都是给一些建议 就是比如说他们还期待想要去哪里 然后或者是说这次可能行程太过于紧凑 可能如果是慢活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有的年纪也比较大 画展区则有万方寄能中心的创作者 以台湾各地之美为主题 大胆的用色与笔触带大家来场旅游饗宴 那个万方寄能其实在那个民国86年本身是那个比较创作型的一个批物工厂 那我们就是后来转型为比较那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从早期的那个走那个油化果化这种创作路线的服务对象 慢慢有转向这种心智障碍和智能障碍的服务对象 那我们的那个创作风格啊 当然从早期的这种比较印象派的一些油画的创作啊 这种比较都是用到一些早期的像是一直像是月桌粒月粒啊 一些比较印刷物品的一个使用 可是到后来我们的这些像是自闭症或是新智障碍的创作 都充满了童趣或想象力和创造力 像这一类的一些一些画作啊其实就是会比较是可以用到现在生活上 蛮多各式各样的一些文创的商品使用 那这次旅游就是就是有结合服务对象本身亲自旅游的一些经验 或是一些外出旅游的经验 然后把他们的一些创作又是做了一个结合 不管是他们的期待或是他们曾经的一些旅游的故事 都把他们给记录下来 然后其实一来是可以呈现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成就 那当然当然也可以是一些 如果是有一些版权的使用 对他们也是另外一种一种 算是另外一种自我实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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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有就蛮长蛮久的 虽然中间有换过几任不同的老师 但是一直来都是会锁定服务对象的一个需求 他们就是期待是怎样子的风格 那当然是也会配搭适合的老师啦 做很多讨论 我觉得这些老师其实本身也要蛮有心 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服务上的一个教保员 其实在中间就会做很多的沟通和协调 然后让服务对象可以尽情的去发挥他们的 不管是兴趣或是展现他们的自我的一个实现这样子 疫情打乱了你我生活 万方智能中心透过展览带领大家用画笔遨游 释放被禁锢的生活 也让人看见身障朋友的创作才能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